不管是晶圓寶 春蓮 還是大紅色燈籠 只要貓熊寶寶逮到 就是又啃又抓搞破壞 調皮搗蛋又好動的模樣 讓人看了心都快要融化 四川大貓熊保護研究中心 特別打造應景逐年的 遊戲展示台 爆出11隻新生的貓熊寶寶 亮相拜年 不過短短幾句話的時間 幾隻芝麻湯圓完全進不下來 還互相扒頭挑釁對方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 2018期熊貓寶寶 給全國人民拜年啦 就連過年要幫貓熊寶寶們 大掃除也讓飼養員忙翻天 來來來 快過來 我們掃幾包今天 還沒正式開始打掃 掃把 本集就各被貓熊寶寶緊緊霸佔 掃室外水池更是一場大戰 最後飼養員不敵 只能放棄洗浴缸的工作 乾脆換幫貓熊寶寶洗澡 除了應景的大掃除 成都的大貓熊研究基地 更特製了年夜飯 準備窩窩頭點心 要讓大貓熊們 吃得白白胖胖過個好年 記者 躺一全不倒